他躺在床上之后 就到东央大地 衙门去办公去了 每一天两个小鬼 那时候抬着轿子 请他上轿 他就去上班去了 所以日夜都没休息 很辛苦 佛地经上书 是不切凡 罪清净就 急于法界 静于虚空穷未来机 这是书 他得用的 范围 无限的 广大了 不是我们平常讲 我们身心 我们居住的环境 清净 道场清净 那太小了 他的清净觉 是变法界虚空界 有没有 不清净的地方 那我们想到 物贵 地狱 这不清净 佛地 最清净觉 能把 地狱 物贵 也清净了 清净 一点都不错 为什么 我出学佛的时候 帮助我很多 一位老居士 姓朱 朱金舟 老先生 他跟我们 黎炳南 老居士 同年 也同一个老师 修剑图 他们修剑图 是跟 阴光大师学的 告诉我 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 是真的 不是假的 民国初女 她是 张太元先生的女婿 她的太太 是张太元的女儿 张太元是 民族 中国的 过学大师 名气很高的 她的老幼丈 曾经在 东悠大帝 山东 泰山 东悠大帝 给 东悠大帝 做过 一个多月的 判官 可能是判官 临时 游四 不能上班 请她去代替 带来一个多月 判官的地位 很高 相当于 现在所讲的 秘书长 实际上 处理 东悠大帝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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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务的 都是 判官做的 那一个多月呢 很辛苦 这时 住了 这么多 都看到的 这不是假的 白天 有工作 晚上 人家睡觉 躺在床上 睡着了 他躺在床上之后 就到 到 东悠大帝 衙门去办公 去了 每一天 两个小鬼 那时候 抬着轿子 请她上轿 他就去上班去了 所以日夜都没休息 很辛苦 他说 他曾经 向东悠大帝 建议 地狱里头 有一种刑罚 叫炮弱 他说 这个刑罚 不人道 太残酷了 是把这个柱子 铜柱 烧红了 火烧烧红 罪人 就抱这个柱子 这一抱的时候 整个身上的时候 都烧焦了 人都烧焦了 这个刑罚 太残酷了 能不能请 东悠大帝 废除 东悠大帝笑笑 就告诉他 你先去看看 就派两个小鬼 带着他去看 走了一段 不近的路 走到那个地方 这两个小鬼就 只告诉他 判官这是 到了 就在此地 他看不见 他是个修佛教徒 这马上就想到了 哦 与东悠大帝 与阎王 不相关 业力变现 他没有这个业力 他就看不到 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 谁到地狱 一个是菩萨 到地狱学 另外一种事 你有这个罪 这个地狱就写起 你没有这个罪 你也不是菩萨 你见不到 我们从这个 这个公案 就能体会到 佛是 最清静者 这些不善的境界 佛能不能看到 为什么看不到 佛没有这个意义 佛心清静 他看地狱也是清静 除非地狱众生 有求 求佛菩萨救他 佛菩萨救有印 虽然有印 到地狱里面去度化众生 老实讲 佛助舍包专业 我们反复看不见 释迦牟尼佛当年 出现这个世界 他住哪里 他住舍包专业 我们见不到 不同维持空间 我们见到释迦牟尼佛 好像跟我们一样 真的 日冬一时 树霞一休 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 他表演得像 实际生活的像 没见到 好像经上有一个 有这么一段经文 不长 释迦牟尼佛也实现 有人请 向他人家请教 佛是盘腿做的 他把一个腿放下 脚筋按在地上 脚筋按在地上 山河大地 完全变成金色世界 让大家看一下 那个看到的是什么 时报专业 反复看不到 所以佛 佛境界当中 确确实实 阿比地狱 在佛境界当中 最极清净 礼商讲 平等法界 平等法界里面 决定没有对立 燃尽是对立 反身是对立 善恶是对立 天堂地狱是对立 在一等法界里面 没有对立 这些东西成不存在 存在 没有对立 谁存在 各个不相妨碍 这不可思议的境界 华言经讲 不思议境界 这是四世真相 为什么呢 所有一切现象 全是幻想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眼 这现象不是真 而且现象之存在 一年 一年 什么一年 弥勒菩萨所说的 一坛值 三百二十兆的年度 一坛值 三百二十兆 你能找到森念 这是说说 是法界的现象 一真法界 有不例外 纯真 无望 只有一个境界 叫长济光 我们净土中 讲的四种净土 最高的 长济光 长济光是自信 这个里面 没有物质现象 也没有精神现象 甚至于今天 科学里面 所讲的能量 在长济光里头 也没有 阿赖耶里面 有三细像 长济光是自信 自信 也没有 没有这些现象 但是不能说 它没有 惠能大师 谨心的时候 说过 何其自信 本质具足 虽具足 它不现现 连能量 这种现象 都不现现 它具足 所以 它能生万法 只要 极其细微的 那个念头 一动 自信 就变现出 阿赖耶 阿赖耶 信 一切法 一阵 一阵 刚一 我们 我们自己 这正法 正报 我以外的 包括一阵法界 都是我的 一报 一报里头 人死一报 有物质一报 有环境的一报 一阵 同时起来的 第七识 就是我 八十五十一星族 这一展开 就是整个宇宙 我们今天讲的 是法界 一阵状 一阵 一阵 居心 居足的 展现出来 一阵 这一阵的时间太快了 所以大臣教里面常讲 不生不灭 真的不生不灭 说这个话就毫无意义了 那变成戏论 确实有生灭 但是生灭的时间太短了 你根本没办法体会它 今天量子科学家告诉我 物质是什么 物质是 意念 累积连续的现象 不是真的 那么由此可知 千堂地狱都不是真的 欲接天 色接天 那是那是真的 六道受法界 都不能超越这个阅历 我们明白这些四十真相 也看到这里 博且凡 最清净 觉机于法界 近于时空 穷未来即 我们就明白了 是真的 不是假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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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真道 保证